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国等地列为高风险地区 就算打齐疫苗和有抗体 大港人士都要在酒店检疫21日 这类餐饮厨所 未打疫苗的员工 星期四开始要7日一检 业界估计员工接种率会多大约一成 详细的新闻内容 政府星期五开始 收紧16个海外地区大港人士的检疫要求 包括美国 有立法会议员批评是反应台湾 措施收紧之后 其中15个地区 包括美国 法国 马来西亚 泰国等等 由现在列为中风险提升至高风险 意味在酒店检疫日数 由现在至少7日 或一增加至21日 而且只是准已经完成 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香港居民返港 至于澳洲就由低风险提升至中风险 意味星期五起如果想检疫日数减到7日 除了完成两剂接种疫苗 也都要有抗体阳性证明 政府解释 全球疫情受到Delta变异病毒株严重威胁 多个国家新增确诊病例 短时间内大幅飙升 不少地方大规模打针之后 病毒传播仍然死灰复现 审视一男子因素 包括当地接种率 实际输入个案 和本港社会经济相关因素等等 作出今次决定 有专家认为应该尽快审视其他地区风险 他重申不应该以 有没有接种疫苗和抗体 是否阳性缩短检疫期 美国近期疫情严峻 自本港上星期一 再整合地区风险名单之后 新增确诊数字不断上升 去到每日近15万宗 加上之前本港有输入个案 就算接种疫苗和抗体呈阳性 在完成7日检疫之后 都确诊感染变种病毒 有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成员批评 特区政府的改动态词 现在问题是没有了回事 直接是没有消息 没有一个刻意的定期检讨 现在的客观标准就是出了事 出了事 于是社会吵吵吵吵的反应 他建议当局每星期检视一次风险地区名单 无线电视记者离由昆布道 卫生防护中心核下科学委员会 刚建议收紧中低风险地区大港人士检疫安排 就算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 都不能够只是检疫7日 而需要隔离14日加7日自行监察 只是看前七天的酒店检疫 你会失去12% 现在也有很多数据 就是随着这个Delta变种病毒的出现 它的传播性又非常之高 就算打了针 病毒量和没有打针的都是相弱的 这些打了针的人士如果又感染了这个Delta变种病毒 它仍然可以将病毒传给其他人 许雪昌补充 旺角这间酒楼有大约一成员工 未接种新冠疫苗 需要每两个星期做检测 新措施生效之后 需要加密去到每7日一次 要少少血压高 导致医生证明 说你迟点打 那就是没办法了 会提到这些检测 政府的政策是这样就照行用 政府说如果爆发下波疫情 很可能只有些类食肆 即是全部员工和每张桌 至少三分之二的顾客已经打针 才可以做晚食堂食 不过酒楼说 就算全部员工接种疫苗 都没有计划改变营运模式 宁愿做少一点生意 例如我约了八个打针来吃饭的 他突然有四个进来 是没有打针的 又没有安心出行的 他坐下去 你又跟他争吓 没有意思的 对老人家有部分人士 或者有些所谓病患的 严重的 他不能打针的 我们要找一些私隐出来 是很麻烦的 至于如果受影响的员工 是因为没有医生的证明书 显示他们的身体状况 不适合接种疫苗 而要自费去做检测 走来就说 不会提供额外的补贴 希望鼓励员工尽快打针 业界预计 未来一个月 食肆员工整体接种率 可以提高大约一成 不少餐厅也会进一步 向员工推出疫苗奖金和假期 确实是令到他们 员工增加很多麻烦 他说不排除有未打针的员工 因为无办法跟雇主 就报销检测费等 达成共识而离职 但相信只是属于个别情况 无线电视记者吴森宇搏斗 尽良好营商环境 有助留住人才 马来西亚首相毛希丁辞职 会担任看守首相 直至任命出身首相 回来新闻时间 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 欧景林认为 移民潮短期内对金融服务业的影响值得关注 但相信行业长远仍然有发展空间 可以留住人才 过去一年有近9万个居民证而出 政府强调疫情下不少人未能回港 数字并不等同移民 但最近公营医疗系统说 因为医护移民导致人手流失 在金融发展局有关人才发展的网上研讨会上 行政总监欧景林被问到移民潮对行业前景的影响 他分享自己在英国留学后 90年代初回香港发展的经验 认为行内未来会有更多发展机会 这里是中国人便还是早前景以后 云上台未来的产业 所以我们将来自香港的经验 和产业的经验 和产业的经验 产业的机会 与其他产业的地方 不过就不只是 GBA 金法局也访问了200个金融服务业雇员 五成六对未来三年的行业前景表示乐观 两成七感到悲观 至于受访的200个专上学生 感到乐观的比例比行内人更高 金法局建议政府补贴学生去到内地和海外实习 并且扩展持续进修基金 涵盖金融科技相关课程 提高行业人才的竞争力 无线电视记者吴森渝报道 立法会主席梁军言说 立法会综合大楼国建工程 费用预计11亿几 下星期三向立法会公务小组委员会提出贝款申请 下届立法会议员人数将会由70人增至90人 需要额外的办公地方 立法会行管会之前就决定扩建综合大楼 包括在一楼露天花园加建10层 原本大楼也都加建4层 立法会主席梁军言说 扩建工程费预计要11亿7千万 将会向公务小组委员会提出 获通过之后 下个月10日再向财委会申请撥款 最快明年年终就展开工程 最迟2025年年终落成 施工期间立法会维持运作 产生噪音的工程会安排在夜晚 假期或者休会期间进行 以减低影响 政府也都已经租用中信大厦三层楼 被立法会秘书处的职员 45名议员和他的职员在过渡期使用 一如过往以前立法会都试过在外面租用楼层 有关租金是由政府与业主商讨计 亦都是以商业原则定价 根据以往的协议 立法会只是给一元象徵式的租金交给政府 梁军燕又说 扩建之后立法会餐厅 公众可以参与的教育和儿童活动室都会加大 武先电视机者郭永恩报道 福建有17人被卷入海中 首一个人死亡 分析认为他们可能遭受离岸流 即使是强壮的榮首都会被拖入深水 内地上月主要经济数据超过预期 当局预期 下半年经济增长放慢 批评美国是一个缺乏反思精神的国家 即使在阿富汗制造危机和混乱之后走人 并不代表会吸取教训 反而很有可能到西太平洋地区 制造新的混乱和危机 无线电视机者曹家宁报道 内地新增13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 江苏扬州占了6宗 公务院副总理孙春兰 上星期三至星期日 度过扬州指导防疫工作 落区了解管控情况 与专家研究患者救治工作 听取前线工作组报告 部署防控任务 孙春兰强调扬州疫情 处于关键的时期 要拗紧牙关落实防控 包括各口岸 做好入境核酸检测 市内公共场所减少民众聚集 另外河南亦都新增6宗确诊 都是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 上有余城园有8个官员 因为防疫不力被问责 另外一宗新增本土确诊 来自湖南张家界 内地防疫专家张文宏 近日因为发表与新冠病毒共传论 被前卫生部部长高强不点名批评 张文宏也被举报 他的博士毕业论文涉嫌抄袭 江苏扬州上个月底爆发本地疫情 累计超过500宗确诊 江西有教师日前在网上留言 说扬州人口不算多 建议当地放弃严格的防疫 和病毒共存 看看会发生什么结果 被公安指它发布涉及疫情不当言论 造成社会不良影响 处意行政拘留15日 有舆论认为处罚过重 说随意就不当言论进行拘留 会引起更严重的社会后果 除了这位教师 上海复旦大学赴属华山医院 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上个月底也曾经发文 说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病毒学家 都认可新冠病毒是常驻病毒 世界要学会和这个病毒共存 华南经疫情再次看到病毒无处不在 又认为中国经历过的不是最艰难 更艰难的是需要长期和病毒共存的智慧 他的言论引来两极回应 有人认同 也有人认为是向病毒投降 前卫生部部长高强在人民日报发文 说主张和病毒共存绝不可行 说英美等国家已经因此 为全球抗疫形势带来严重后果 绝对不能重度覆轻 引发风波之后 有网民举报将文宏涉嫌学术造假 说他2000年的博士毕业论文 涉嫌抄袭齐老理工学院一篇1998年发表的文章 七万字的论文当中涉及争议的内容超过3000字 复旦大学星期日回应说已经展开调查 将会及时公布结果 无线电视记者曹嘉永报道 福建章普远17人被卷入海中事件 造成11人死亡 有教援人员认为 他们可能遭受离案流而遇险 惨剧发生之后 救援队五出洞障皮艇守救 救护车在岸上后命 岸边有禁止民众落水的警告牌 在上个星期六下午 福建章普远江口专附近的海滩 由17人落水嬉戏期间被大浪卷走 其中11人想救无效死亡 6人生亡 而事发的地点并非旅游警区 当局只是调查事故原因 央视引述救援人员分析 遇险的人士很可能是遭遇到离岸流 离岸流学名是列流 是海岸边一股狹窄而强劲的水流 以垂直于海岸方向快速向外海流去 可以将强壮的泳手拖入深水 极度危险 而且在任何的天气条件 和多种类型的海滩都可能发生 黄光说一旦遇上离岸流 只能够顺着水流 面朝天飘浮 不要挣扎 等飘浮一段时间之后 会出现回旋区域 有经验的人可以借此摆脱困境 他说除此之外就没有更好的办法 无线电视机长曹嘉宾报道 晨周12号三个航天员已经在太空生活大约两个月 当局发布他们安装设备的情况 航天员示范解锁组装太空离心机的过程 确认设备运作正常 太空离心机可用于实验样品进行离心分离 另外 执行天周三号货运飞船飞行任务的 长征7号潮四运载火箭 今日运大文昌航天发射场 将会与天周三号组装和测试 准备运送物资给航天员 至于执行神周13号飞行任务的 载人飞船和运载火箭 正在找船发射场展开准备工作 台湾本地药厂联亚生产的新冠疫苗 不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联亚在6月底向维福部申请紧急使用授权 当局今日说 临床试验数据显示 联亚的疫苗安全性可接受 但中和抗体数据 与台湾民众接种阿斯利康疫苗的 中和抗体数据相比未达标准 因此未通过紧急使用授权审查 另外 联亚计划在印度展开三期临床试验 而台湾另一款本地产的疫苗高端 上个月已经通过审查 下个星期一将会首度开放接种 内地上个月主要经济数据全部超过预期 有分析预计 今年剩下的时间 消费及工业生产会进一步放缓 内地疫情扩散 加上河南水灾影响当地生产活动 内地上个月工业增加值 录得近一年来最慢的增速 7月升6.4% 经济引擎之一的零售也放缓 上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升势放慢到8.5% 是今年内最小的升幅 当中汽车销售 按年更加转跌近2% 繁映基建和房屋等施工量的固定资产投资 头过7个月升势也减慢到10.3% 同样是年内最小的升幅 当中房地产开发投资 连续5个月放缓 国家统计局预计 下半年内地经济增长会放慢 上个月失业率是两个月以来 第一次回升去到百分之5.1 有经济师认为 劳工市场疲弱会继续拖累消费 工业生产亦都进一步奉缓 疫情仍然都比较不太明朗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企业似乎都可能 未必真的愿意去雇佣更多的人手 或者比一个更加高的薪酬出来 如果是看到那个疫情 是有机会有一个扩散的一个迹象 而是影响到一些物流的话 就有机会其实令到可能 工业生产值的压力就会重新加大 确有预期人行今年剩下的时间 或者会再降准一至两次支持经济 无线电视记者李希同报道 看今天行情 恒生指数今天收射报26,181点跌210点 全日总成交1,339亿 欧洲故事 伦敦富士100指数跌87点 巴黎克指数跌64点 德国DEX指数跌83点 稍后回来仲会报道 美食博栏闭门 有参战商趁最后一日减价促销 华消费券大动销情 蓝色汉堡包 蓝色朱古力 这些这么特别的食物 出自内地一家食肆 还深受年轻一代的喜爱 稍后回看 回来新闻时间 近年多了人健身 追求愉美体态之余 也希望增肌减脂变得更健康 还有一个点 让我们想到我们的经历 做愉悦 我们的经历 我们是从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经历 现在就是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经历 我们先做一些经历 我们第一个经历 我们今天有一个经历 我们也有一个经历 我们就要做一个经历 我们一起做一个经历 3.7是属于这个痴肥级 所以就想开始关注自己的健康 还有我之前也很喜欢行山 行山时常常会弄傷 是因为我的肌肉量不够 令到我下肢的支撑能力不好 也会常常咬了 男女生理结构不同 红性荷尔蒙促进肌肉生长的能力会较强 所以男性肌肉量 一般会比女性多三至四成 女士的主要荷尔蒙就有痴激素和黄体糖 其中痴激素对皮肤脂肪的影响会较大 男士普遍来说我们叫苹果型 就是说脂肪分布在身体中央 所以也比较容易中央肥胖 女士普遍来说我们叫啤梨型 脂肪主要分布在臀部的位置 这部分是受男性和女性可尔蒙影响 中央肥胖容易令脂肪在体内器官积聚 所以男士会有较高风险患上心血管疾病 相反女性的风险就会较低 但也要留意体脂太少 同样可能影响身体机能 我们的目标未必一定要去到最低的水平 因为其实如果过低 它是维持不了身体的运作 举例如果女士太低 有时可以去到停经 有时可以去到骨质疏松 或者有些可以影响到情绪 有情绪病 他提醒在减脂之余 增肌都很重要 否则肌肉过弱都很容易造成关节痛等 无线电视记者董晓峰报道 一年五日美食博栏闭门 有参战商说电子施肺券大动销情 亦有参战商说场内禁止饮食影响生意压 你一辆车,我又一辆车 每个买到一代二代 美食博栏最后一天 在Iman6点完场前几个小时 商铺减价促销 有优惠的地方都大排长龙 有些东西没买就来买 有2000元的消费券 就来买,喜欢就买 很多客人都看到有些东西 收到电子消费券都开心 都愿意去再投资多些 有些东西可能帮助到 例如生物百货 或者日常食品 应该我们知道是有增长的 但给一些高级消费品 就比较不太好 因应疫情,场内不切试食试饮 有市民说减低买贵价品的异欲 有美酒展的参展商就说 推出特别优惠给客 但是生意都比预期少了两三成 比想象中会好一些 原本因为没得试饮 大家可能对于我们组商都有个恐惧 但其实今次就多了是真正的饮家 会过来买 有参展商说卖剩的货不多 剩下的食品会转赠给慈善机构 捐给有需要的人 母线电视记者扎瑞文报导 食事要吸引顾客 制作食物方面自然要花尽心 内地有餐厅就以颜色取成 是什么颜色呢?一起看看 走入餐厅买五餐 三文治、沙律、颜色有红有绿 似乎都挺吸引 不过内地有餐厅认为这样不够特别 蓝色食物又行不行呢? 他们将原本平平无奇的汉堡面包 加上蓝色并推出市面 店主说最初想到推出蓝色食物 其实是有私心 他说原本担心食客会觉得蓝色食物 太怪异而却步 但结果出乎意料 大受年轻人欢迎 有市场公司的调查指出 有近八成半的受访顾客 选产品的时候会先留意颜色 例如红色和黄色最常用快餐食品 当中关乎食物的颜色 会影响食客的心情和食欲 例如红色比较刺激食欲 黄色带来快乐和友善感 绿色就象征天然、有机和健康 相比之下 一般人看到蓝色食物 往往会容易联想到有毒 或者有害健康的东西 以往都不太受市场欢迎 分析认为年轻一代 希望做一些独特的事 而蓝色食物给人的感觉 正正是独特又另类 无线电视记者曾为章报导 当局夜晚 围风冬冲日冬村 美日流 进行强制检测 看看现场 外生活防护中心说 正在调查中涉及L452R 变异病毒株的源头不明 初步确诊本地国案 一个47岁的女病人 居住在东涌日东二村美日流 她昨天出现发烧等疫病症 同向一个私家医生求诊 并在同日到北大鱼山医院急症室求医 心喉退役让管检测结果 情初步阳性 她在机场担任航空公司鬼斌室职员 前日最后上班 并没有接种疫苗 7点半新闻报道 再见 我们下期